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妖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ING 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 对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今天的单元要特别进步的探讨 再度邀请汪报总编辑王秋冬 带给我们最专业的观察跟剖析 非常欢迎王总编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过去短短四天 张志军的访台行程 他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有很多关注点 甚至他的谈话 我想走访基层是大家在这次 对于他的一个关注点之一 因为过去的官员到台湾来参访 大概都跟政要 或者是有些重要的一些会谈 但这次很不一样的 就是他走访一些基层 是不是有进不了解台湾民的用意呢 其实这一次张志军访台 从上个礼拜三到礼拜六 就是25号到28号 那刚刚结束 所以台湾社会还在沉淀的一个阶段 但是张志军这一次访台的确激起了非常大的涟漪 不管是蓝绿的阵营 或者是台湾社会 是台湾各个阶层 主要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大陆的国台办的主管 负责人到台湾访问 那也象征两岸的交往 从官司的这种所谓的常态化的机制的建立 在这一次张志军访台 当然非常明确的 已经把这个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 那我们知道2月 王毅齐主委到大陆上海南京访问 这次张志军走访台湾新北市 这个以南 那再看到这一次这样四天的这个行程 就象征着陆委会和国台办的 这个所谓的官方的这个常态化的 这个沟通机制已经建立起来 那当在主持人也特别提到了 这一次张志军的行程 我相信听众朋友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 他不管是在跟到社区活动中心 跟里长跟民众 一般的这个里民 这民众陆配 到拖育中心 那跟中小企业的会面 然后跟原住民的会面 那包括这个到原来 希望是到还到小林村去参观 原来希望到这个前阵渝港去 这个看跟渝民之间的互动 但是因为形成了这个改变 所以整体它的行程 这个也象征大陆 这个还有包括在意大跟学生会面 所谓的大陆要加强跟台湾的 三中一清的这样子的一个阶层的会面 也就是以中南部 中小企业 还有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中小阶层 以及这个年轻的学生 还有这个互动 那张志军这次行程 针对这个三中一清这样子的一个意味 是非常明确的 是 那么这是不是显示大陆对台工作 是越来越细腻 还是说张志军他本身出身外交官 他身段就极为柔软 我想最重要还是太阳化学院之后 让大陆方面深刻感受到 台湾社会反中的情绪 还是非常的高涨的 那更重要的也象征 因为大陆在过去五年多来 两岸的这个特别马总统上任之后 两岸的这个交往 所以这个两岸的和平红利 并没有均分到台湾各个阶层 那甚至国内办也在检讨 这个政策 在未来所谓的让利 或者是给台湾民众好处 或者是他所谓的这个两岸和平红利 是要普及到台湾各个阶层 这样子台湾社会的反中情绪 才能得到缓解 当然太阳化学院是非常关键的 也让这次张志军第一次访台 也就是大陆国内办的负责人 第一次访台两岸的这个从过去的两会的交往 把白手脱掉了 陆委会跟海企会直接的交往 这样子一个象征意义 第一次来台湾就展现出 他们要做政策调整的改变的企图性 政策调整 不过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谈话 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一些讯息释出 像张志军这次访问台湾 也跟陆委会主席王玉琪 有两次会面的机会 那么有关台湾前途决定论 那么王主委再度强调 台湾的未来是由2300万的台湾人民所决定 中国大陆方面也再度重申他们的立场 来看这个政治对话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完全没有空间 这一次除了跟台湾的这个三中一清的各个阶层的这个会面之外 当然非常关键的是来台湾跟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会面 王璋的这个会面 在这一次的行程中 除了25号的当天的晚上 双方在桃园会面之外 27号的晚上也在高雄会面 那在25号的晚上 当然非常关键的是讨论两岸事务性的议题 这里头有几个重点 当然包括他也利用这个机会 释出大陆方面的善意和给台湾的优惠 那里头有非常关键的是 大陆要针对两岸经济 就是要开启这个两岸经济与区域合作进程 相衔接的这个可能性性的研究 也就是说台湾非常希望能够加入的TPP和RCEP 甚至是FTAAP 这几个区域的国际组织 大陆方面要开始进行个性性的研究 也就是说大陆可以考量来协助台湾加入这些地区 那这也是马总统这几年来继续推动 希望台湾能够参与这几个 对台湾发展至关重要的区域合作的组织 那我记得王一旭主委在跟张局封面的时候也强调 台湾要加入这几个组织 已经不是政治问题 而是台湾的生存问题 那大陆方面也释出善意 可以进行这可信性的这个研究 也可以就此来进行协助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知道台湾要加入国际组织 从马总统上任之后 马总统外交成绩是非常亮眼的 那非常关键是两岸关系的和平 还有两岸关系彼此都取得亮解 不但没有失去任何一个邦交国 那也参与了非常多的这个国际性的组织 那台湾跟相关国家的这个免签 现在也达到空前 那台湾有一百多个国家是可以免签的 那一个很关键的外交的成就在马总统的这个政绩来讲 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它关键就是因为两岸关系的和缓 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就任党利用这个机会来展现出 他们希望说在未来推动台湾加入这几个重要国际组织 那也希望大陆方面来做一些配合 如果没有大陆配合的话 往往是四倍而功半的 所以这是在事务性商谈的一体方面 那当然还有两岸互设办是出了这个问题 大陆也展现诚意 那也针对这个探视的这个功能性 也进一步的 双方其实都已经有默契了 那非常有可能在下一次 陈德明来台湾的时候就签署 那另外就是 大家所关切的马锡会的问题 那在第二次会面 就是27号晚上在高雄的会面 双方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谈 但是事后记者会 张军也针对这个部分 表达他的意见 那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台湾一直希望说 马锡会能够在10月 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 台湾来参与这个马锡会 但是大陆方面现在非常明确的 已经表达 希望说这个有关两岸领导人的会面 是两岸中国人的自己的事情 那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的场合了 所以大陆目前并不希望 马锡会能够在APEC这个国际会议举行 所以双方之间还有期见 目前针对马锡会 双方不管是在这个会面的这个地点 会面的这个身份 场合议题成果 还是处在意见交换的阶段 那今年下半年是不是能够成行 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来观察 但是以目前来讲 大陆并不同意 利用APEC会议来进行这个马锡会 应该是说台湾问题 不会让他国际换的方式来处理 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立场跟底线 有可能 或许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观察 不过就是说张志军他出身外交官 那么刚才我们也谈了很多 在过去马总统执政以来 我们在台湾的国际的空间的拓展方面 是有一定的进展 包括国际民航组织IKO 或者是说能够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未来在国际这方面的拓展 其实台湾的民众的民意 对这个部分还是非常的重视的 那是不是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 张宪以目前大陆对台湾 参与国际组织的说法 历来都是说要在一中的原则下 来参与国际组织 那大陆也强调说在一中的原则下 大陆会进一步的跟台湾来讨论 有关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相关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大陆最敏感的 大陆非常担心台湾在利用国际的场合 或者是可能在两岸的领导人会面也好 或者是台湾在参与国际组织的时候 同时制造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大陆方面最担心的 那当这一次张军访台 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重点 就是跟民进党的互动 就是民共之间的互动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民进党在张军来台湾之前 包括国台办 还有台湾议会这边双边的这个努力之下 其实已经让民进党内部 针对张军来台的这个所谓的抗议的这个声浪 已经做了适度的这个减压 这头包括拜金的到大陆去 这个民进党最后一个 就执政县市长最后一个到大陆去的 那还包括陈局也表示欢迎 然后蔡英文也表示 就说可以跟张军眷面 那显示民进党内部 对于张军来台湾 当然是这种所谓的抗议的这种情形 适度的减少 但更关键的就是他还是非常关注 就是民共之间的互动 那这一头双方卡到一个非常关键 是民进党的这个态度党纲的问题 那民进党在40多个党代表 在前立委陈昭南这个主导之下 那在张军来台之前 也提出这个冻结态度党纲的 这个做法和想法 那当然目前党内 还没有一致的这个观点 但是民党现在跟共产党之间 跟大陆的这个之间的互动 在这一次这个张军跟陈局的会面 也象征着这个红绿 这个已经开始进行农兵了 那陈局在跟张军会面 也是非常有意思 当然他也要强调台湾的这个自主性 民主发展的历程 但是也没有忘记要跟张军要东西 也是非常讽刺的 他也跟张军提出了要增加大陆的航班 要发展两岸游轮的经济 要扩大自由行的这个经济合作 当然这也显示出 就是说绿云的执政县 它本身的经济发展也有大压力 而显示两岸的这个经贸关系 其实它是对于台湾的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绿云不能置外其中 那当然更重要的我们看到 其实2012年的时候 这个马东东竞选年任的时候 当时蔡英文声势非常高 但是最后选举出来的话 我们看到他还是输了马东东80多万票 那象征的其实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 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让台湾的广大的中产阶级 和一般的台商能够觉得安心放心 不会担心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执政基础就会受到影响 可能很多人觉得民进党现在就差这一里路 他必须要让台湾中产阶级放心 台湾的中产阶级才可能让他执政 也就是说两岸关系要走向平和 民党跟对岸来讲 如果每天处在兵容相见 或者是采取这种偏激的方式 政治的方式来影响两岸正常的经贸交流的话 其实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不利的 是 那么整体来讲 红绿荣兵和未来民共交流是值得关注 那另外就是说这次张德军来台 那么对于事务性协商 包括两岸两位互设办事机构有谱了 还有台湾柔入区域经济组织 未来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也是值得观察的一个部分 还有陆克的台中转也是一大突破 未来在因为两岸负责 相关事务最高官员常态互动机制建立之后 预期未来双方交流应该是会更广泛跟平凡的 好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旺报总编辑王冲中 针对大陆国台办主任 针对军访问台湾提供向他深入的观察 非常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